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俗话说的好啊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丁 音乐圈里啊 就有这样的一对兄弟 李伟松和李思松 他们堪称音乐圈的 超级马里奥兄弟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哥俩创作的几首经典歌曲 孙燕姿出道20周年纪念日那天 毫无欲热的一场直播 吸引了1.1亿人的观看 这个女人一开口啊 就让朋友圈不少人爆哭 爷的青春回来了 而这首歌的作曲 李思松和哥哥李伟松 一起为孙燕姿创作了不少的金曲啊 更是将孙燕姿推上了天后的宝座 与神肖敬腾的这首歌 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动感的节奏 抓耳的旋律 也是老正在KTV的B点歌曲 不得不说啊 李思松还真是什么曲风都能驾驭 不同于之前天黑黑温情的曲调 这首诈场神曲 每次听都是抖断腿的节奏啊 李伟松写完这首歌的曲子后啊 去了很多公司推荐这首歌 但是一直没有公司怨要 后来张学友的御用制作人 听到了这首歌 立马决定要给张学友唱 结果这歌啊 不仅火了 还获得了十大竞歌金曲奖 不得不说啊 他们真的是华语乐坛的超级马里奥兄弟 这歌俩一路打怪升级 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最强输出 不知道创造了多少经典啊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老正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